后面是我们重要的内容 装配是两板的安装 这个安装呢 后边涉及到了一些重要的知识 比如说我们吊装的知识 比如设备的选用 好第一个 吊运方案 说吊运方案应对各受力部位的设备呀 杆件进行验算 特别是吊车等机具进行安全性的验算 起吊过程中构件内产生的应力验算 必须符合要求 这量长25米以上的预应力减脂量 应验算裸量的这种稳定性 好 这是关于吊运方案当中的验算 都验算什么 另外呢 应该按照吊重吊装的有根规定选择 我们调用工具 设备确定吊车的站位呀 运输线路啊 与交通导刑这些具体的措施 这是方案当中的内容 第二个呢 就是关于构件的运输这块 我们说的这个构件的运输 不是厂内的一运 那个支点在教材中有 咱们说的是厂外的一运 把这梁从运梁厂运出来 到施工现场 这个梁可是有大有小 有的这个大梁真是一个旁人大物 啊 底板顶板都一米多厚 这一些都一米多厚 这么宽的梁啊 这么大的一个车 那你要把它往施工现场运 这个考试就出考点了 什么呢 首先你得占用城市道路吧 那占用城市道路 你说占就占吗 不行 你走别的车怎么走啊 怎么说说 啊 我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让别的车无路可走 不行 你所以第一 你得先要线路调查 调查调查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旁人大物 这种梁几百吨 有的甚至上千吨 那你就想一想 这么大的梁在运输的时候 线路调查能不能走啊 转弯啊 这些能不能过得去 能走你要办手续 干什么 整个道路给它封闭啊 而且沿线呢 还要给加固 比如有一些桥 有些遍地都是检查井 那你要给井里边填沙子填石啊 铺上钢板等等 另外在这种特殊情况 还应该有交警协助 随着线路调查 办理手续 道路封闭 沿线加固 交警协助 这是什么 采分点 那最后在考试 一看试卷发下来 说胡老师你静瞎说 哪考这个点了 这倒是有个运输的 运的是大的动购机 你说跟它又有什么区别 大型动购机不能拆卸几百吨 我们也是这样大的一个牌车 望里域 你是不是线路也要调查 道路也要封闭 沿线也要加固 交警也要协助 手续也应该办理 所以这是一个通用的 积电专业 曾经到考过这类似的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种支点一定要注意 好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 他说依据我们调装机具不同 两板驾车方法 分为器重机驾量法 跨顿龙门雕和穿向式驾桥机 这三种驾量方法 他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说了每种方法选择 都应在充分调研和技术经济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那考试怎么考啊 给你一个施工现场的场地 让你进行选择 用哪种方法进行调装 咱们注意啊 如果是想要用启动机 往往是什么呢 用这个粮啊 数量不多 比较少 需要进行定时调装 和不适合用其他的设备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用启动机 什么是跨顿龙门雕 用粮的数量啊 第一得多 场地相对宽阔的情况啊 有存粮场地 穿向式驾桥机 跨越的时候 跨越铁路 轻轨河流高架山建 这个时候最好用穿向式驾桥机 好 这是在考试考这种 当然 2021年二建另外一个经典的题目 在这非常好啊 他说 某公司做一个成交跨线桥工程 双向四车道 桥面宽 三十米 横断面路幅划分啊 什么两米的人行道 五米的非机动车道 十六米的车行道啊 对称的 这边也是五米的非机动车道 两米的人行道 上部结构呢 是五乘二十米运行力混凝土 简直空心板 五乘二十米 注意啊 这就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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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一二三四五 是这样的啊 这就叫五乘二十米 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个横断面布置形式啊 这里边啊 不是让你去计算啊 多少个空心板啊 不是这种计算 他整个给你了 告诉你呢 这是这边两边都有施工变道 而且这上面呢 十六米啊 这边八米 这边八米 十六米 二十六米啊 三十米宽啊 两边都有施工变道 然后呢 说项目部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明确如下事项 公司具备两板施工安装的技术 且拥有汽车起重机 煤是吊粮车 跨吨龙门雕 穿向式架桥机 浮雕 量体顶推等设备 经方案逼选 他没有让你选 他说我确定采用起重机进行安装 好 没有让你选 等于让你选说理由 只不过这理由你得说 看 依据公司现有设备 除了采用汽车起重机安装空心板外 还可采用哪些设备 除了这个还可以采用哪些 第二个 指出项目部选择汽车起重机安装空心板 考虑的优点 大家注意啊 一直我们说多写不扣分 在这题不是多写 为什么 这里边汽车起重机 没事掉凉车 跨吨龙门雕 穿向架桥机 浮雕 量体顶推设备 这写了六个 他呢 说除了起重机 你还可以采用哪些设备 那么还可以采用哪些设备 这个时候你说我管他呢 我把五个都写上 注定是零分 为什么 这多写不扣分 多选 肯定扣分 要不然他在这出这题 还有什么意义 好了 那么你要知道 这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你是不是能够感觉到 虽然他不太 不是特别适合 但是呢 比如跨吨龙门雕 还能用 对吗 穿向式架桥机 也还浮雕 好像比较差的吧 量体顶推 太是杀鸡烟用载牛刀 差一点吧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前面 我们能够回顾一下教材 也说常见的是这些设备 那这两个写出来 当然 没事吊梁车 也可以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他的时候 又比较陌生 不去写他 当然答案中 又没事吊梁车啊 但是浮雕 量体顶推设备 不适合 但是这种题 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认为 多写不扣分 它是个规律 不是铁律 多选 多选的 你是被扣分 跟多选题一样 这个点 说完之后 下面说 指出项目部 他选择汽车 起重机 安装空心 量版 考虑的优点 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记住 我既然这么选 有人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 注意 那你就记住 他这么做 优点 那优点就夸吧 你比如说 用我们的汽车 起重机 速度是不是 应该更快一点 啊 速度快 造价 是不是更低一些 啊 那么这里边啊 一定往这方向去写 另外呢 一定要结合着 案例背景 我们一再强调 如果这是三件 你就不适合 而这两边 都有施工电道 现成的施工电道 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呢 运粮车也能运到这 直接支个吊车就能吊 如果再修个施工电道 是不是比较麻烦 所以说啊 能够利用我们的施工电道啊 施工方便 或者叫施工灵活 节省造价 或节省安拆费用 充分利用施工电道 然后你还可以写 施工速度快 总之 这叫什么呢 考虑的优点 优点就是说啊 你的方便 你的速度快 你的省钱啊 你能够利用现场 这个方向去写就没问题 因为只要是这种题 按照这个方向去写 一定会砸到这个采分点 但是不能脱离开 安利背景 好 调装 调装前的技术准备啊 首先要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对操作人员培训考核 这都是常识 测量是一个重点 那么测量放线啊 在技术准备 你不是要调装吗 对盖量上是不是要进行测量放线呢 那么测量放线一定记住 他说了 给出高层线结构中心线边线 并进行清晰的标志 我怎么觉得这里边多了一个东西 少了一个 多的是什么呢 高层线不太适合吧 放线在盖量上还放个高层线 最后垫几块砖 这不现实 那个在电时的时候就已经做了 好 但是端头线 它的确少写了 我们这里边要有这个整个的中线 大梁的中线 将来大梁北深也有中线 大梁的中对着中线 大梁的边对着边线 大梁的端头 一定要对着我们的端头线 这原本是直作 你看梁中对着中线 梁边对着边线 梁的端头对着端头线 梁不会向左移 不会向右偏 不会向前走 不会向后移 这样就没问题 高层线怎么办 但是有人说那就知道了 你不用说了 我高层线在考试不写 不行 你必须写 端头线书上没有 我不写吗 必须得写 两个都写出来 理多 人们不怪 这才叫多写 不扣分 因为你并不知道命题人 虽然高层线不是那么合理 但是它是教材上的 不合理也摆在这 端头线 万一我们命题人 它是一个现场实际非常丰富 闭着眼 喝多了都能够把它给写出来 那这也有可能是采坟店 这也是采坟店 这也是采坟店 都给写出来 放在这 可以了 好 这就是大梁放线 如果你仔细看 能够看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端头线 吊桩 梁要进行吊桩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考试有可能是什么 大型的综合广廊的吊桩啊 动钩机的吊桩啊 桥梁的吊桩啊 都有可能考到 这是通用的 我们总结下来 第一个 验算或计算 算什么呢 第一个地基的承载力 第二个验算 被吊构件的强度 刚度 稳定性 好 还要验算一下 吊距 注意啊 验算地基的只是承载力 被吊构件 强度 刚度 稳定性 然后验算 然后验算吊距 比如起吊的夹角最大的起重量 同时我们还要验算一下吊点的位置在那 这是算基本上围绕这几个点展开的 第二个 试吊啊 这个试吊在管线的那个章节 非开操施工后面有 试吊要检查地基的承载力 检查被吊构件有没有变形啊 破损 检查钢丝绳的捆扎情况 制动性能 检查吊距有无异常情况 有人说比我们的教材上那个多 试吊本身就是这些 不能因为教材在管道那写了 我在真正考到试吊的时候 也这么写 试吊在我们教材上说了 哎 吊离地面或支撑点十公分以上 开始检查这些 你支撑一个吊车 要看一看吊车有没有沉降 被吊的构件 有没有明显的变形 钢丝绳捆扎情况 制动性能 吊距有没有特殊的异常 双击台吊 双击台吊 这是在桥梁拆除当中的一个点 记住采分点同步垂直相似 同时起落转 钢丝绳保持垂直 两台起重机性能要相似 操作人员 这个我们为什么没有说吊车司机呢 操作人员跟着吊车司机的也一样啊 这些要持证要培训要考试要交底 好 安全章节 2015年考试设计过三定 什么呢 定机定人定岗的制度 这个一定要实施这种三定 另外一句话在吊庄中 只要出现就有白给分送分的 不光是我们市政 别的专业也是 只要吊庄动不动 不得伪章指挥伪章作业 三定啊 和我们不得伪章指挥伪章作业 这是送份的 另外起重机大臂下不得占人或有行人通过 前面我们说过 这个与高压线保持安全距离 在打庄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啊 这里边吊庄 咱们再说一下 然后呢 发生事故后 要遵循的是什么 四不放过 吊庄经常结合四不放过出题 不光是我们市政 即便是建筑基点也是一样 大家一定记住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的考点 可能在我们顿购那个章节 可能在综合馆廊的章节出现啊 任何的地方只要吊庄 基本上考试 你把这个点 这些点掌握在头脑当中 吊庄啊 就考试有几分 我们拿下几分 希望你能够明白 后面是关于减脂两板的安装啊 减脂两板安装 对于装配式桥梁构件 在什么脱底膜 一运堆放吊庄就位时 混凝土强度 不应低于设计要求的吊庄强度 设计没有要求时 一般不低于设计强度的75% 然后呢 孔道水泥浆的强度 不应低于构件设计要求 设计没有要求 不应低于30兆帕 有人说这跟我们前面 御营利张拉那个孔道压浆 有一定的区别 这是不是有问题 在前面御营利张拉 大家要注意啊 它只是不得低于我们 整个孔道压浆强度的80%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 那里边只是一个吊仪 这里边脱底膜 一运堆放吊庄 吊庄跟吊仪不一样 所以它这块呢 是多写了一点啊 不用去担心 你就记住 安装的时候就按这个 孔道压浆30兆帕就可以 好后面安装构建前对于支撑结构 吨台啊盖梁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这话说的到那个时候 吨台盖梁强度还不符合要求 那个支座啊 下面的电石都是厚焦住 安装支座的时候 那电石混凝土都得达到要求啊 所以说它早达到了 支撑结构预霉件尺寸标高平面位置 符合设计要求 且验收合格 桥梁支座安装数量 符合设计要求 好 并且吨台盖梁 顶面清扫干净 全部准备没问题了 也就是说支座电石盖梁 敦住 你也强度合格 位置准确 清扫干净 我准备吊庄 对于吊庄啊 梁板啊 就位后应该及时设置保险朵或支撑 将构件临时固定 其实这种油漆梁啊 要给它进行支撑 如果是在我们地面 你看都有两边的支撑啊 下面设置保险朵 当然吊庄到盖梁盖梁的这些位置 也要给它设置临时支撑啊 在啊整个吊庄的时候 往往还需要给它刚刚吊庄上来这个梁 跟上面已有的这个梁进行横向的一个连接 保证它横向稳定 就是你看对横向自稳性较差的梯梁 和我们的一字形梁呢 应与先安装的构件 进行可靠的横向连接防止倾导 你比如啊这能够典型的看出来 原来的这个吊庄这个梁 在没摘勾的时候 跟原来这个梁要有横向的一个连接 好 后面就是在两板之间横向的这些湿接缝啊 这就是湿接缝 下面呢叫横格板啊 上面这叫湿接缝 应在这一孔 什么叫一孔呢 也叫一跨啊 盖梁与盖梁之间一孔或叫一跨啊 这个梁板全部安装完成后方可进行施工 就这个湿接缝啊 必须这一孔啊 或叫这一跨全部安装完成后进行啊 浇注 这叫湿接缝 下面叫横格板啊 下面他介绍的是先减之后连续梁的施工啊 我们的桥梁现在啊几个整个下部结构 好 现在注意 我们上面有永久之座有临时之座 好 这就是永久之座 两边的永久之座啊 然后呢 这里边中间的永久的这两边都是临时之座 梁吊庄 注意啊 现在呢梁这边永久之座 这是临时之座 什么叫先减之后连续 现在就是处于减之 我把几个梁给连上 连上中间的这个啊 这三块一连接 好了 这个连接要绑筋 要织膜 要胶筑 要局部施加预营力的 好 要局部施加预营力 预营力施加完成之后 大家注意啊 达到强度 我拆除临时之座 这个时候这梁就落在永久之座上了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连续梁 我们这叫一跨或叫一孔 而我们这叫一连 什么叫一连啊 伸缩缝之间啊 这个梁就是我们的一连 希望大家对这个支点应该明白 伸缩缝之间 这个开始是不是简直后来变成连续啊 当然这富安局区运营力张拉 先检之后连续梁安装 说什么临时之座 顶面高层相对高差 不应大于两毫米 这就是临时之座 这有螺栓 里边有沙子 上面这个筒压在这 将来要拆的时候 把沙子这个孔 放沙孔拧开 沙子留下去 这梁啊 就压着这个往下压 施工程序应符合设计要求 应在一连 什么叫一连 这一定要知道 就伸缩缝与伸缩缝之间 是一连 什么啊 什么五乘二十啊 三乘三乘四十啊 这里边一定记住 就是呃一连啊 一连就是有两块的 三块的 四块的 五块的啊 应在一连两 全部安装完成后 再浇注 尸接头混凝土 注意 不是尸接缝了 尸接头混凝土 什么叫尸接头混凝土 这就是咱们的尸接头 梁与梁之间连接的位置 那叫尸接头混凝土 对于尸接头处的梁端 应按施工缝要求进行凿毛处理 永久之座应在设置尸接头底膜之前进行安装 中间的叫永久之座 两边的叫临时之座 好 呃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啊 尸接头的位置 这就是梁端啊 给它进行凿毛呢 对尸接头处的梁端 按施工缝要求进行凿毛处理 因为将来它要形成一个整体 尸接头处的模板应具有足够的强度 刚度与两体接触面应该密贴 具有一定的搭接 当然你得搭接到位 好 这是什么呢 尸接头处的有复弯区区的预应力孔道 因为它将来这个位置要进行预应力张拉的啊 这张拉驰板局部这个位置进行张拉 那复弯区区的预应力管道 应该连接平顺 与两体预留的这个管道接触 应该密封 应力某固区的预留的张拉驰板 应保持外形尺寸准确 不被损坏 张拉驰板是在这些 尸接头的混凝土 一在一天中气温相对较低的时段进行浇注 且一连中的全部尸接头应一次浇注完成 全部的尸接头啊 一次给它浇注完成 尸接头按设计要求 施加预应力孔道鸭浆 浆体达到强度后 应该立即拆除我们临时制作 那个临时制作拆除落在永久制作上 按设计规定的程序 形成立系整个我们的完成体系转换 同一片凉的临时制作应该给它同时拆除的 好再看一下前面其实我们看过 这就是尸接缝 这就是尸接头 到底谁先施工 我们在导学课中说过 这里边从我们施政教材 它更倾向于尸接缝施工 因为同一孔同一跨 做完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进行尸接缝 而我们的尸接头呢 是一连完成之后再去做 但是并不是说在实际施工 只有这一种情况 它必然也有 我们尸接头都已经早早的浇注完了 而我们的尸接缝 还没有进行浇注这种情况 你比如现在就是在浇注我们的尸接头 而尸接缝没有浇注 有没有这种情况 当然有 这两种谁对谁错 不要轻言谁对谁错 我们一直说工法既然两种都存在 你就记住都是存在 你只是要知道命题人 他认准哪一个 他更认准哪一个 他在考你哪一种 好 关于我们的整个先简之 后连续就是这么多 那么我们呢 简单小结一下 咱们这个课呢 上部结构啊 是装配式量 以前呢 本章节单独考试评论 一点都不高 但是呢 调章 验算 这些常规之点 在案例题当中 还真是出现过 比如早年间啊 那个验算呢 调章啊 考过 近一期考试大纲 也就是2018版的考试大纲 在这个章节增加内容 真的还挺特别多 公路专业 试证二件 初期的频率 在这是有所增加 我们试证呢 有可能是有一些效仿 借鉴啊 这样呢 这个章节有可能出题 即便不考这些什么啊 我们的先剪之后连续 考一考通用的那些调章 考一考图形的知识 考一考量的预制啊 这也完全有可能 所以这一章节 我们有很多的内容 不是在教材以内 对于这尤其是在教材以外的点 要注意 另外还要注意 我们2021年2件 5月23号 那个案例 给咱们提个醒 那种题 有可能在其他的出题方式 这周转计算中 也会出现 一定要注意那种题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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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